系统命令我必须勾引冰山上司 和他将将尿尿生孩子 为了攻略他 我连亲了他一个月 他不动如山 直到那天我忘了 他罕见地拽住我手腕 怨念悠悠 自己的事情上点心 一 紧绷的白衬衣 性感的包屯裙 若隐若现的黑丝 身材丰满 腰质纤细 很好 美得不得了 我欣赏完自己的美丽 志得意满地 敲了敲寄紧的办公室门 进来 里面传来回应 是他惯常的冷淡 纪总 冰咖啡 我推门进去 强装镇定 放桌上 他站在办公桌前 视线从手里的报表上一开 冲我微微汗手 纪紧 公司顶头上司 五官俊朗 人高腿长 宽肩窄腰 最好看的是一双深邃迷人 但冷冰冰的眼睛 引无数美女静折腰 但奈何 他性格也像冰山一样 不见人情 也似乎不在人间 靠近了 还有可能冻死你 不过今天 我势必要把这个冰山给容了 我一边想着 一边用眼睛欣赏了眼前的男人 大臂的肌肉 将衬衣撑起鼓鼓的形状 衬衣袖子挽起到手肘 露出的小臂能看到隐约的青筋 再往下 翘臀圆润饱满 西装被他穿得格外语 我耳热地收回视线 按照提前设计好的 婀娜多姿地上前 然后夹着嗓子 哎呀了一声 左脚半右脚 柔柔弱弱地往他身上软倒 纪紧反应很快地 固住了我的腰 我一洗 借力贴近 手里拿的咖啡 故意泼到他胸口 死 冰咖啡连带着冰块 浸湿他黑衬衣胸前一大片后 滚落到了地上 骤然被冰到 纪紧没忍住 皱眉青丝了一声 他仰着脖子 下额脚绷紧 浸湿的衬衣 贴出锁骨和肌肉的形状 这模样 看得人嘶哈嘶哈地流口水 抱歉啊 纪 纪总 我有点兴奋 然后一个旋转 我腰部被迫抵在了办公桌上 啊 他交叉两手 站在我面前 就拿他那双冰冷冷又漂亮的惊人的毛子 探究地望着我 我心跳停了一拍 背了一晚上的词 自己从我嘴里蹦出来了 你想怎么惩罚我 都可以 罚你 他的语气毫无波澜 但视线却移到了我的唇上 我心又止不住地乱跳 他却风轻云淡的脸眸 收回目光 一副就是论事的语气 就不用了 但一码归一码 这件衬衣你需要赔偿 八万 啊 我反复眨了眨眼 我车门都汗死了 他在这马卡巴卡 等等 他说多少 八万 我只是一个贫苦的牛马呀 我怎么承受得起八万 我没这么多钱 我下意识就紧他袖口 我慌了 我恐惧了 所以他撇开我的手 似乎是感到不舒服 一边快速解开三颗扣子 一边不解挑眉 整个人看起来风流不羁 分期 哇 怎么会有人一开口 就信梭力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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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号啊 我又心生一计 我可以用别的赔 我认真地摆了个S曲线 用手从头滑到腿 据我所知 苏秘书 季紧冷笑 显然懂了我的意思 无论是买卖器官 还是出卖身体 都是犯法的 哦 所以呢 我懂 男人 都喜欢来假戏戏那一套 可季紧突然弯腰凑近 两手撑在我两侧 冲我笑了下 那笑容又放肆又坏 漂亮深邃的深棕色眸子 平视着我的眼睛 声音带着明晃晃的恐吓 苏秘书若是还执迷不悟 我就报警了 什么 我瞪大眼睛 他要报警抓我 我大惊失色 三 我精神恍惚的回到了办公室 将欠条狠狠拍在桌上 这一切都怪你死系统 又丑又暴躁 还只知道扣钱 你骂我 扣钱 不知哪突然传来一个暴躁的机械音 手机叮咚一声 收到银行卡支出一万的消息 我两眼一黑 差点晕绝 说曹操曹操到 办公室悬浮出一个橘子形状的机器人 三天前的晚上 他找到我 自称系统 三十言二十语告诉我 激紧未来儿子 是我这个小世界的主角 主角不诞生 世界就会毁灭 但偏偏激紧这个人 女朋友都不交一个 父母离异 都有了各自的家庭 不管也管不了他 他本人也对谈情说爱没兴趣 最新工作 顽固又死板 我当时就笑出声了 但很快笑容又消失 让我给他生孩子 我 我又指了指自己 是是 我只接到通知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 系统烦躁不耐地点头 本来上班就烦 不生就死 那你呢 我下意识问 我也死啊 系统脱口而出 透着一股淡淡的风感 那咋了 死就死呗 反正大家都一起死 我也是加班正烦 系统不耐烦地举起一个按钮 嘟一下 我银行账户里 辛辛苦苦存的血汗钱 就那么水灵灵地没了大半 我直接就疯了 这是生不如死 生 我生 想到这里 我愤恨地望向空中的橘子机器人 怒骂 我在执行任务 你凭什么扣钱 执行人 这是你骂本系统的精神损失费 我 他哪有精神 执行人 本系统再提醒一遍 两年怀孕三年生娃 这是你的任务限期时间 每个月要是没有进展 本系统会继续扣钱 系统转身消失 不带走一片云彩 留下原地凌乱的我 看看左手少了一万的账户 右手欠了八万的欠条 我觉得我的身躯变大了十倍 突然充满了勇气 好歹我和寄警小学一年级就是朋友了 能加点胜算吧 我再次拍开寄警的门 寄总 我中气十足 你前段时间让我找得住家阿姨 我找到了 行 简历给我看看 他换了身心的衬衣 手拿着钢笔在刷刷牵着什么 看起来冷静又干练 似乎一点也没受刚才事情的影响 我相当不爽 但我想到八万 我压下怒火 态度坚定 土字清晰 就是我 寄警 四 他手中钢笔一顿 抬头 审视了我 说 不可能 你做菜太难吃了 你 我攥紧两个拳头 只觉得 我要气得昏过去了 小学五年级的菜 你能不能别提了 都过去多少年了 我现在做菜很美味好吗 行 那还有打扫卫生呢 他冷冷清咧了下嘴角 索性把笔放下 靠在背椅上 伸手指我 你最讨厌打扫卫生 我正要反驳 他收回手报毙 慢悠悠补充 那会儿已经高中了 上班是上班 难不成当做爱好吗 我振振有词 但想起那会儿 我跟他分到一个打扫区域 每次想尽办法 让他打扫大区域的 有点心虚 总之 我清了清爽 我工作上的能力你也知道 而且我作为你的秘书 以及多年朋友 我非常了解你的喜好 区区住家阿姨 我完全可以胜任 嗯 记紧低头 重新开始刷刷刷签字 语气冷漠 不可能 行啊 既然你不仁不义 那我们与死网拓 我举起手机 优雅地递至他面前 上面列着他人生的十大糗事 记紧抬头 眉头微挑 我眨了眨眼 翩翩一笑 我用公司大号发工作群 发微厚 发小蓝叔 今天晚上 他抓住我做事要操作的手 咬着牙 就上岗 哦 我得意的收回手机 第二份兼职get 哼哼 俗话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姐一边赚钱还债 一边拿下你 极致性价比 五 当晚我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 但是寄紧似乎胃口一般 吃的不多 那也挺好 以后晚上少做点 我还省力嘿嘿 洗漱完 等了半小时 我听到他出门 去洗澡了 我轻手轻脚 溜进他房间 我准备一步到位 不知过了多久 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我手忙脚乱 义无反顾 脱得只剩内衣 钻进被子里 咔 门开了 叭哒叭哒 他走过来了 我一颗心 好像要跳出喉咙 我觉得我紧张得要吐了 我都怕被子 被我气息吹起来 没办法 我干脆平住呼吸 可是寄紧 明明听得都到床边了 就是不掀被子 我都快憋不住了 就在我快不行的时候 他终于伸了一条腿进来 我猛地搂住他的腰 头钻出来 大口大口地剧烈喘息 啊 他震声 吓了一跳后 浑身一抖 没坐住 连带着我 一起滚到了床边的后地毯上 谁 看清是我后 记紧搏怒 伸手扶住我的腰 想推开我 但他滚烫微操的手 直接与我腰间的肌肤 无障碍接触到了一起 我不受控制地轻颤了一下 他反应更激烈 像是被火烫了一般 紧紧钻成拳 挪得离我远远的 不知道哪根神经坏了 有点想抬头 看看他此刻的样子 我微微扮扬起身子 头发从尖头滑落 扫过他胸膛 垂落在他结实的臂膀上 借着窗口的光 记紧在我身下 紧紧闭上眼 猴杰吞了又吞 俊逸的脸迅速变色 甚至蔓延到耳朵和脖子 他侧偏头 自我放弃般咬牙切齿 从我身上 下去 我忽然想笑 好胜欲让我嘚瑟挑衅 我偏不 有本事你自己推我 他拳托握得更紧 睫毛一个劲的抖 脑门汗珠躺过高挺的鼻子 和滚动的喉结 我看愣了 莫名吞了口口水 偏偏就这时 寂静突然睁开了眼 他定定地看着我 眼神比夜色还灰暗 然后一手强势地扣住了我的脖子 一手长住我的肩头 划过我的背 掐住了我的腰 我难耐地轻盈出了声 他彻底红了眼 猛地翻身将我压在下面 下一秒 炙热地吻吞没了一切 柔软 湿热 缠绵 暴风雨一般狂暴 我晕乎乎地越来越软 承受不住地用手去攀他的肩 然后他一开唇 推开我的手 苏若云 急剧暧昧的距离 他微微喘息 语气却很冷 你又在闹什么 六 我大脑还有些空白 机械地回着 我没闹啊 却看到寂静眼里 极快地闪过一抹苦涩 为什么 我伸手去抚他紧促的眉 想再看轻一点 嗯 寂静声音无奈 却没避开我的手 滴答 滴答 忽然有小狮子 击打在窗玻璃上的声音 我侧头去看 紧接着 光一下 房间煞时被闪电音亮 下一瞬 轰隆 很响的雷声 我下意识全景色缩 但比我下意识还快的是寂静 他伸手捂住我耳朵 温热的手掌 贴在耳朵和脑袋上 隔绝了大半的声音 也隔绝了害怕和不安 寂静轻轻说 别怕 我在 我愣愣的想着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怕打雷的呢 大概是五岁 小桌子上吃着饭的爸妈 不知怎么吵起来了 我坐在电视机旁边 愣愣看着 爸爸突然就摔了筷子 砸在地上啪的一声 我吓得一哆嗦 妈妈没注意到我 他脸气得红红的 桌子一推吼着 让爸爸滚 我急忙跑过去 拉过他们俩的手放在一起 爸爸妈妈 你们别吵架了 我们一家开开心心的好吗 他俩停下来看着我 我很惊喜 真的有用 电视里那个小孩就这么做的 然后爸妈再也不吵架了 还跟他道歉 哄他开心 看到没 爸爸甩开手 伸手指着我看向妈妈 满脸烦透了的样子 跟你一样 死矫情 妈的没事找事 说完就起身往外走 没看我一眼 我妈追在后面骂 苏建国 你说话要不要脸啊 这是你们苏家的种 经过我的时候 他训斥到 别捣乱 俩人追着骂去客厅了 将我锁在房间里 我趴在门上 听到对妈混着砸东西的声音 很想 我很害怕 一直开门喊爸爸妈妈 我不明白 为什么他们吵得更凶了 是不是我做错了 回应的是轰隆一声雷响 像是要把天砸破 雷声原来和砸东西的声音很像 是一种 要彻底毁掉什么的声音 眼前又一道白光 照亮了寂静的脸 和记忆里雷明天陪着我的少年重叠 他的眼睛比年少时更深邃了 面旁也更成熟了 时间过得真是快啊 我们都长这么大了 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 还没做 死系统 我心里暗骂 什么破生小孩拯救世界的中二任务 心里叹口气 我终于下病了决心 记忆 我不是在闹着玩 我望着他 笑得甜甜的 尽量让自己显得很真诚 我喜欢你 超级超级 喜欢你 气 房间安静了很久 雨落下来了 外面雷声却悄悄些了 记忆收回手 却始终沉默着 他深深地看了我两秒 然后继续沉默着 抽过被子将我卷起来 放在地毯上坐着 别开这种玩笑 谁开玩笑了 我不服 你相信我 他又抱着手臂 眼神探究 最后才打开尊口 如果半年后 你想法不改 我就相信你 嗯 我歪歪头 算算时间 也勉强够了 成交 我眼睛亮亮 他俯身将我抱起来 送我回房间 我兴奋地盘算着 昂起头很高兴地宣布 那我明天开始追你 他脚步扩篮 没有低头 声音似乎隐约含有笑意 行 吧 第二天 午餐时 我热热闹闹的指挥人 将我的办公桌 搬进了季锦的办公室 季锦两眼望着我 苏秘书 谁允许 我抢着打断 不离你近一点 我怎么追你 嗨嗨 可 搬东西的全是同事 此时刻成一片 兴奋地用眼睛 在我和季锦脸上缩哈 季锦憋得脸通红 手上突然就忙起来了 我自顾自的指挥人摆放 完事给每人发了红包 算是感谢费 他们私聊我 懂得苏姐 我们肯定守口如瓶 我无语了 他们懂什么 我马上回 完全不必 我要的就是重口硕金 直接把我往老板娘传行不行 等人走了 季锦小声劝我 苏秘书 做事做人 都要低调一点 我追还是你追 少管我 说完我搬来我的椅子 紧挨着季锦 又将我们的餐盘挨在一起 开心地朝他展示 达拉 我们的甜蜜午餐 季锦 之后 吃喝拉撒 干啥事我都粘着他一起 第二个月底 甜蜜午餐时间 季锦问我 这就是你追我是吗 我疑惑 难道不是吗 他闭了闭眼 吃饭 吃饭 就 季锦似乎不太满意 但我有我的追法 别管 第三个月 满公司八卦乱飞 我也彻底放飞自我 我琢磨着 干嘛不给自己某点福利呢 那天晚上的吻 我可是回味无穷 但一上来就索吻 估计会吓到季锦 我决定慢慢攻略 第一周 我化身五股鸡 早晚下班 都必须挽着他的手臂 第一次凑过去 挽住他手臂的时候 我仰头笑得咪咪眼 贴贴 他手臂刚想抽出去 我目录威胁 一秒黑脸 你答应我让我追半年的 你不配合是吧 我说着又要掏 季锦人生十大糾事 季锦将着手 又塞回去了 放弃挣扎 贴贴贴贴 好了吧 我重新笑咪咪 好了 第二周 我穿着睡衣 敲开了季锦的房门 正想往里进呢 被一只手臂挡住了 季锦 有何贵干 我伸手揪着他睡衣的下摆 轻轻晃了晃 我睡不着 他伸手倚靠在门上 挑眉 那怎么办 我张开手 笑容灿烂 要抱抱 你抱了就能睡着了 说完我一秒都没等 喜笑颜开 使劲往他身上跳 季锦猝不及防 只能伸手抱住我 他轻斥道 你不怕摔啊 我晃晃脑袋 不理睬 然后他抱着我 把我扔回了我的房间 第三周 出门前 我小步挪到在玄关 换门的季锦身边 然后在他弯腰换鞋的时候 我凑过去 轻轻啄了他的脸颊 他被硬控两秒 然后他缓缓换完鞋子 缓缓站直了身子 缓缓问我 追人 可以这样吗 嗯嗯呢 我萌萌点头 季锦那个老古董 只知道工作 他懂什么 还不是我说啥就是啥 季锦那双漂亮的眼睛 闪闪烁烁 显然是CPU在处理信息 最后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什么都没说 我莫名其妙 但反正 他相信了 之后我每天都会在他出门的时候 亲他脸颊一下 偶尔腻了 还会换花样 拉着领带亲 搂着脖子亲 捂着眼睛亲 直到第四个月的某一天 因为熬夜看小说 我睡过了 被季锦喊起来 迷迷糊糊太困了 忘了亲他 那天早上 他换完鞋站在门口 整整三分钟 一言不发 我困得摇摇欲坠 自个儿往门外走 然后季锦一把 拽住我手腕 目光深得 像是要把我看穿 他语气悠悠 自己的事上点心 我 神经 一大早摆什么官威 直到下午 我慢慢回过神来 他不会 有点在意我了吧 难道我真 卓有成效 我振奋了 热闻指日可待 时 在第六个月末 季锦的生日来到 我早就准备好了惊喜 我一路带他 从市中心开到郊区 高级的商圈 开到小摊小贩聚集的市集 下车时 季锦愣了 面前一大堆小摊 有卖烤肠的 有卖炒粉的 有豆小鱼的 有画雕塑的 有脸不彩绘的 有拼拼图的 等等 我绕过去 牵住他的手 笑咪咪 今天时间可多了 想玩啥玩啥 想吃啥吃啥 季锦忘了忘 嗡了声 轻轻回握住我的手 开始挑选 我俩吃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小吃 玩了射飞镖 加娃娃 打气球 化雕塑 还有兜小金鱼 这个玩得最久 季锦坐着兜了俩小时 我看着专注的季锦 心里偷偷难过 小小季锦 没有很多的心愿 他只想爸爸妈妈陪着一起 都小金鱼 可是他爸妈很早就离婚了 即便是离婚前 也没有耐心 等他坐在那里都来都去 还觉得这些小玩意儿 穷酸无聊得很 今天带他来 我就是想告诉他 现在他有人陪了 有我陪 回程已经黄昏了 天边曝散着碎机云 落日光迎给他们 染上橘色紫色的边 季锦赏着景 牵着我 手晃晃荡荡的 他看起来很高兴 之后我带他去了海边 黄昏末梢 橘色消退 只剩下温柔的 粉红粉紫色晚霞 海浪起起伏伏 晚风掀起我的头发 我牵着他走向我 早已布置好的烛光晚餐 他走进那圈蜡烛 和灯串围起来的 爱心里落座 我开心地捧起 藏在一边的玫瑰花 献宝一样跑来递给他 记紧 生日快乐 愿你无事半心险 所念皆如愿 他挑眉 接过玫瑰花 眉烧眼角 染上笑意 声音无奈 反了 我疑惑地看看玫瑰花 这玩意儿不分正反吧 他伸手敲敲我额头 都哪学来的 以后别学了 我哼了一声 他看着明明就很开心嘛 嘴硬 饭快吃完 我问记紧 现在可以相信 我是真的喜欢你了吧 记紧低头插着盘子里的菜 浅浅笑开 抬眼眉眼温柔 相信 我乘胜追击 眼巴巴问 那可以跟我结婚吗 记紧手顿住了 犹豫了下 拒绝了 现在说这个太早了 我收回视线 垂下眼睫 哦 我失望的他下腰 脑袋搁在餐桌上 闷闷到 那吃完了就回去吧 不高兴了呀 记紧看着我笑 走过来揉揉我的脑袋 他蹲下身 认真说 谢谢你准备的惊喜 我很喜欢 我看着身前的他 抬手拽住他领带 声音慢吞吞的 那你轻轻我 作为奖励 他眉眼温顺 将我捞进他怀里 稳了过来 轻轻的 温柔的 细密的稳着 热吻心愿达成 我的眼泪 却悄浸出来了 冰山好像 太难融化了 我没时间了 十一 凌晨三点 记紧睡了 我收拾着行李 赶飞机 其实 自始至终 我追他都不是为了生孩子 我只是单纯的喜欢他 系统说 只有那个孩子出生 世界才能继续运行 我想说 如果我为了活命 将这个孩子 作为工具生下来 OK 练练冰云V22 那就都去死吧 这是我用性命 也要捍卫的尊严 孩子 应该无条件被爱 我没能成为这样的孩子 记紧一事 只是没想到 这份同病相连 倒为我们 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一切要回溯到小学一年级 开学第一天 我决定册封一个人 为我的朋友 我以王者的姿态 审视了全班所有的同学 沉闻老成 完全没有一个小孩子 该有的活泼 看谁都冰冷冷的记紧 吸引了我的视线 可能是物以稀为贵 小小的我 OS 很好 你很酷 本作风你为我的朋友 由于他是我的朋友 无需他本人同一版 第二天 我就挽着他的手臂 叫他一起上厕所 小小记紧当场 抽出手臂 表情崩裂 褪皮三射 现在回忆起来 他似乎是在用脸说 神经 但小小的我不在乎 我行我素 吃饭上厕所喝水 干啥是我都拉他一起 一个月之后 生米煮成了熟饭 我是说 他接受了这件事 彻底垫定我们革命有益的 是我帮他打了一架 四年级的时候 他爸妈离婚了 因为季锦是毒生子 他爸用了一切手段 抢到了他 他妈妈直接出国了 当没生过这个儿子 从没联系过 他爸也不管他 给他钱保证 他活着就行 他爸只管花天酒地 这些他本人从来不提 我是在同班 甚至同校的人 多嘴八卦时听来的 别看我现在 回忆起来 想撕了他们的嘴 我当时听到 也是一个怒火冲天 大家都在背后 小声议论 但同班的小胖不同 他竟敢胆大包天地 当着季锦的面 几眉弄眼 比着鬼脸说 哎 季锦 你爸妈不要你咯 火一下就冲到我脑袋 我当场就是一个愉悦 把小胖扑倒后 坐他身上捶他 十二 季锦的冰山脸生牙 第二次崩裂 然后他在小胖一拳 砸过来的时候 抱着我挡了这一拳 小小季锦闷哼了一声 然后把痛呼咽下去了 我看到他软软的头发 搭了下来 漠不作声地忍受着 他声音在我耳边 又轻又软 算了 这句话可以说是火上浇油 我直接就炸了 我满脑子都是 凭什么要算了 为什么要忍 这根本就不是他的错呀 他凭什么承受这一切 我反手推开季锦 就跟打个兴奋剂一样 疯狂打小胖的脸 季锦拉不开 只能给我帮忙 但那会儿的他 打架连忙都不知道怎么帮 只好转而去给我挡 小胖双全男敌四手 被打怕了 鼻涕带眼泪的道歉求饶 说他再也不敢了 我这才收手 战损的季锦那天 第一次强硬 非要拉着战损的我回家 让家庭医生给我看看 路上他内疚又别扭的小声和我说 谢谢你 但是不用这样子的 当没听到就行了 我不在意的 我那会儿肾上腺素还没退完 大喇叭一样 把我在动画片里学到的告诉他 胡说 就算我们是小孩子 也有力量保护自己 季锦看着我的样子 没说话 指头揪着自己的裤子 看了我一眼 低着头 他似乎又伤心 又崇拜我 小小季锦不知道 小小苏若云这么强势 是因为他早就学会了 藏起心里的伤口 愤怒掩盖着的 是无助和羞耻 从有记忆的时候 我爸妈就喜欢吵架 离婚总挂在嘴边 家里的东西 时不时就会被砸 慢时在车里 小小苏若云凑到 小小季锦耳旁和他说 没事哦 你想哭就哭吧 我才不会笑话你 没有回答 但慢慢地 想起了轻轻的唾气声 哪有小孩子会不伤心 可这世界上 父母不幸福的家庭 就和江里的小鱼儿一般多 13 这一家打完 学校清静了 我一战成名 季锦也听进去了我的话 他逐渐开始从冰山 变成冰锥 意思是 以前他就自己冷冷的 谁也不理 现在不仅冷冷的 还会扎你 这事我很后知后觉 因为我印象里 一直将季锦 纳入我的保护范围 我都自己出手 直到初二 四个女生给我传销纸条 约我去小操场 他们让我别跟季锦玩了 但理由很离谱 是四个宗教周周的 看上了季锦 说我跟季锦走太近 他看着心烦 所以劝我远离季锦 当然 不是以口头的方式 是以决斗的方式 他有点中二 让我随便挑一个我会的 我俩PK 我 不是你谁 我凭啥听你的 但我不敢说 我当时还是有些怕的 他们人太多了 万一谈不妥 他们气得打我怎么办 但怕也没用 于是我又一个愉悦 冲向周周 准备吓唬吓唬他 然后逃跑 然后我的技能被打断了 我在空中感觉腰一紧 眼前一转 就趴一个胸口上了 气味干净好闻 我一抬头 是记紧 然后我发现他 一手捞我 另一手插裤兜挖他 我一边惊叹 这是什么力量 一边比他 怎么这么装 然后下一秒他松开我 插着裤兜 冷着脸往前走了两步 拽住那偷偷的胳膊 就给推出去二迷远 腹带一声 滚 我站在他身后 看看那四个跑远的女生 看看挡在前面的他 我觉得 王位受到了威胁 但心里又有点 奇奇怪怪的开心 一节课 我就想通了 以后 本座无需出手了 本座的小弟 出手即可 之后 便都是记紧护着我了 到了高三 我爸妈吵架 砸东西更频繁了 我觉得太影响学习 想住在学校 专心学习 可查出来 我妈生病了 乳腺癌 是恶性 还转移了 医生说 情绪影响因素很大 我想 可能是我爸气的吧 我高三那年白天学习 晚上去医院 照顾我妈 我爸没咋来 我也没指望 反正有他没他都一样 后来 我妈坚持到我高考出分 看我考得不错 似乎是放心了 没几天就走了 到大二 我才慢慢走出来 一直是记紧陪着我 他模仿着小学一年级的我 成了年皮糖 守在我的身边 或许是那段时间 太依赖他 我逐渐发现 我对他多了很多 很多微妙的 说不出口的情愫 在很多个夜晚 辗转反侧的熬间后 我确诊了 我喜欢他 确诊前我一直觉得 天快他了 确诊后 天彻底他了 十四 我想拥有他 又怕失去他 我甚至匿名 去知乎提问 暗恋上十几年的男生朋友 该怎么办 尤其是 对方还长得超哇塞 没错 记紧很帅 硬帅那种 这我喷不了 显然学校 其他女生也长了眼睛 追求者前扑后继 我第一次觉得 这学校里的女人 真多呀 多得我生气 意识到我的思想开始 像当年找我麻烦的 周周靠拢 我想 长大后 我终于成了 我最讨厌的人 但我显然更残暴 我想着都杀了 当然 是合法的方式 所以我打算 从源头解决问题 我从知乎回答里头 选了最稳妥的一个答案 说是让我喝醉之后 告白试探 如果对方喜欢 那么一定有反应 那个回答还特地强调 男生喜欢一个人 很主动的 除非对你们意思 才一点反应没有 但就算对方不喜欢 还可以假装 是喝醉了乱说的 不至于朋友都做不了 我觉得这个方法 可攻可守 适合我 于是大三一次团建 我故意喝了半醉 我穿得俱美 醉眼朦胧的 浮在他胳膊上 黑肠直披在身后 歪头的时候 还撒了点发丝 在他胸口 我跟他说 我喜欢你 他冷静地扶住我的腰 脸色都没变 说 好 别闹 别 闹 谁闹 我问你谁他妈在闹 我这么一个 活色生香大美人 跟你说这个你无动于衷是吗 姐要不是 因为在演醉酒 姐差点站起身 蹬蹬蹬拂袖而去呀 行 表白失败 为了晚尊我当场表黑 季景 我讨厌你 他淡定地跟死海万年 不起波澜的海面一样 他说 嗯 又讨厌我了 我 从此我将心意死死压 在心底 并且开始故意尝试 跟喜欢我的男生们吃饭 姐就是要告诉他 他季景没长眼睛 多的是长眼睛的男人 但吃了几顿饭 还是觉得没意思 那些人没有让我更动心 只让我更想他 后来大四 要实习了 我还在找工作呢 寄锦创业的公司 都开始融资了 然后他找我给他做秘书 我其实是一个 很有骨气的人 原则上 他不喜欢我 他的公司 我是不想去的 但他给的太多了 后来我俩没日没夜地干 公司干上市 是指蒸蒸日上 眨眼 六七年过去了 十五 滴答 滴答 窗外的雨声 换回了我的思绪 我想起那天晚上 暴雨如注 闪电太亮太亮 看着五周我耳朵的寄锦 我不得不指示 我内心那个答案 不是因为怕扣钱 才来攻略寄锦 是即使没被喜欢 也仍然很想很想靠近 一直以来 我的羞耻心 不允许我自己 单方面地追逐他 喜欢他 所以我耸到 只敢酒后试探 才伸出手 为触碰到更多 就马上收回 可是时间只剩两年了 我发觉 我还有很多的事没有做 我还没有去环游世界 没有去通宵喝酒 没有把自己 摔进崖边的海水里 还没有 像喜欢的寄锦 认真表明我的心意 我想 我从小就很擅长 掩饰自己的 我也可以藏起 那些不安游移 去勇敢一点 如果无法拥有你 那最起码 让我表明我的心意 十六 我将辞职信 塞进了寄锦的房间 怕他担心 我和他实话实说 这些年一直工作 都没时间干点 自己想干的事 想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环游世界 赖在寄锦身边的时间 额度用完了 剩下的时间 我都留给自己 我想用来 做自己喜欢的事 拖着行李 拿上机票 我刚准备出门 橘子机器人 突然出现 他警惕地问 你干嘛 你要去哪 我直接绕开他 理直气壮道 你追还是我追 我有我的节奏 别管 他绕着我转了一圈 又转了一圈 这才开口 执行人 考虑到你之前 进度不错 本系统就信你一回 说完又自顾自地走了 我无余 信就对了 骗的就是你 要不是怕扣钱 我骗都懒得骗 飞机平稳飞行后 我打开遮光板 从高空俯视沉睡中的城市 我用手指画着 尝试找到自己的位置 突然嘴一别 眼泪就掉了下来 我妈走之后 既仅是这个世界上 我最重要的人 最初听到系统 那个任务时 我只觉得愤怒 凭什么呢 凭什么寄紧 就需要承担这份责任呢 拯救世界 凭什么牺牲他的幸福呢 所以我不打算 告诉他实情 反正系统说世界 毁灭就一瞬间的事 那大概也不会痛的 我挑了一只热情可爱的狗狗 明天就会送到他家 他那么冷冰冰的性子 看着不喜欢别人靠近 其实很怕孤单 有狗狗陪着 他就没那么孤单了 我没有当面说再见 我讲不出再见 十七 第一站 我去了川西 在连绵起伏的山丘草地中 我张开双手 让风都穿过我 自由又开阔 第二站 我去了云南 累死累活的爬了玉龙雪山 然后风轻云淡的发圈 小小玉龙雪山 拿下 第三站 我去了土耳其 卡帕多奇亚的凌晨 我赶得大早 想去看日出时 热气球升空 站在岩石山坡上远望 日出天际线渐渐变亮 绚丽的金光 牢牢抓住人的视线 无数个热气球缓慢升空 我惊喜地挖出了声 马上举起手机 很想拍下这一份美好 分享给季景 相机正对着金光 亮得我看不清屏幕 我专注地调着光线 屏幕里 有一个人影 站在半个太阳里 逐渐清晰 竟然是 寂静 他举着一束玫瑰花 红着眼眶 看起来像一只 被丢掉的小狗 短短时间 他竟然瘦了 也憔悴了 我着急地想问这是 怎么了 可还莫等我问 他将玫瑰花递给我 眼眶更红 哽咽的声音 满是忏悔和气球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不敢说 是怕失去你 我可以结婚 我可以做任何 你想让我做的事 你别生气 你别走 可以吗 我愣在原地 玫瑰花都顾不上去接 心口被巨大的酸软淹没 我扑进他怀里 哇哇大哭 我心爱的人 他竟然不是指责我不告而别 不是欣喜我们两心相许 竟然是自责 祈求和害怕 我想和他道歉 道歉让他不安 但我哭得说不出话 寂静紧紧地搂住我 哽咽着解释 我没有不想跟你结婚 我只是担心婚姻 让我们变得疏远 我想我们有很多的时间 我们可以走得慢一点 我又想着 求婚这种事 应该我来完成 关于婚姻 我有很多忧虑 可我怕我说的不好 你会误会 我想我一点点跟你解释 可是你走了 他的声音中断在这里 然后一颗接一颗的泪水 烫在我的脖子上 抱着我的手臂 也在轻轻发抖 寂静 再哭 我的悲伤瞬间就 戛然而止 我挣扎着从他手臂里挤出来 我累了个盛世美景 他冰冷冷的眼睛 此刻冰消雪龙 长长的睫毛湿漉漉的 通红的眼眶 垂落一颗泪珠 划过紧敏的唇角 只是还没欣赏够 就被他一把捞回怀里 他听着很不好意思 声音滴滴的 别看 我更兴奋了 与此同时 我的眼前出现了很多 很多辆敞篷车 再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 从远远的山路开过来 早已熄灯的布雷格小镇 一户一户的亮起灯光 盛大的日出之下 反倒显得像一颗颗 散落人间的星星 一个敞篷车开到跟前 后座挂着一件 精致华丽的公主裙 谁都看得出来 昂贵非常的裙子 偏偏挂坠着不少形状 奇奇怪怪的图案 我憋着嘴 掉下眼泪 我一眼就认出来 是我小学五年级时 很想要的那件公主裙 默认给我买 我就自己在本子上画了一个 还加了很多我喜欢的图案 当然 眼前这个是顶级加金版 原来他也记得呀 没有人给小小苏若云 买的公主裙 他买了 不哭 寂静轻轻为我擦掉眼泪 声音温柔像云朵 然后他松开我 端正了自己 退后一步 单膝跪地 手里打开的盒子里 是一枚亮晶晶的皇冠钻 苏若云 我从少时便喜欢你了 很抱歉我的胆小怯懦 让我开不了口告诉你我的爱意 比起在一起 我更怕失去你 是我错了 请你原谅我 因为忍着哽咽 他手轻轻颤抖着 说得很慢 却无比坚定 我爱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掉着眼泪 喜悦却像雨一样 冲刷着我的身体 点头 重重地点头 季锦节后余生一般 紧紧抱我在怀 两颗不安胆怯的心 终于相拥 18 婚后一年 我们的孩子出生 百日抓周宴上 有记者问我 苏总 请问您和季总对孩子 有哪些期盼或者说 有什么要求吗 季锦抱着宝宝 我抬起他的小手 冲着摄像机摇了摇 放下软诺诺的小手后 我笑了笑 没有 他不需要成为厉害的宝宝 他只是我们的宝宝 我们无条件爱他 他从来不是什么工具 他的身上 也没有莫须有的寄托 他的出生 只是因为他的父母相爱 记者又追问 那对孩子有什么祝愿吗 我和季锦相识一笑 道 我们祝愿他 去勇敢地成为自己 按照自己的意愿 过这一生就好 番外缩落云片 嗯 我跟季锦坦白了一切事情 他乍一听到世界 毁灭这种东西 第一反应 但在我认真说明后 他陷入了沉默 然后他拥住我 语气真挚 谢谢你 我得意挡头 我才不会强迫 你做你不喜欢的事呢 不仅仅谢谢你尊重我 他看着我满是心疼 还谢谢你 愿意喜欢我 更谢谢你 愿意主动走向我 他叹了口气 我对感情这件事 很悲观 我觉得做朋友 比爱人更长久 我真不贪心 每天能见到你 一起工作一起吃饭 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说到这里 他自嘲地笑了下 可能也是我胆怯的托词吧 我害怕花有凋零的那一天 所以不敢养花 只想守着长青树 是不是很傻 是很傻 但这样的傻子 世界上有两个 那句现在说这些还太早 我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很多 不敢再开口去探究 也不敢去坚信 他这样子也是喜欢我 我很小的时候 很羡慕那些 可以跟父母撒不打滚 要买东西的小孩子 他们这么做 是因为他们有底气 我没怎么被满足过 我学会了识趣 闹多了 抓在手里的也没有了 二 季景跟我讲了他 喜欢我的心路历程 竟然是初二 我被四个女生找麻烦那次 我 他很认真的解释 你跟我走得近 他不愿意 别的男生接近你 我也非常介意 我插起手 开始盘问 既然你那会儿就喜欢我 那为什么我告白 你又不答应 季景 根据我的描述 季景检索到了那天晚上 然后他气得站起身 破防了 你管那个叫告白 我略心虚 但还是倔强点头 对呀 他无奈地看着我 但我明显感觉到 他的沉默震耳欲聋 一分钟后 他开始了顶级复盘 五年级 你说同班小甲很帅 你喜欢他 拉着我一起给人家折千指贺 折到八十八个 你说你累了 不喜欢他了 初三 你说隔壁班王谈 打篮球很帅 你喜欢他 天天带我一起 看他打球 然后夏天到了 你说太热了 不喜欢他了 高二 你说高三的学长杨卓很帅 你喜欢他 要每天给他写一首情诗 用才华吸引他 写到第三首 你说太难了 不喜欢他了 综上 我凭什么有自信 认为你是在跟我告白 我被震住了 甚至回忆了一会儿 才给人对上号 所以 我试着解谜 你才要求 我必须喜欢半年 你才相信 是 他坦然承认 然后叹了口气 你这个人眼里揉不了沙子 不喜欢的人 别说做朋友 追求的机会 都不会给 马上远离 我很担心 万一你是玩玩闹闹 可我当真了 你反应过来后 会疏远我 他伸手敲敲我额头 对你 我必须慎之右慎 可是可是 我想到这里 觉得脑容量不够了 那你干嘛还主动亲我 第一次 我没忍住 第二次 我不想忍 第三次 不需要忍 他一边说 一边凑近我 视线从我的眼睛 流连到我的唇 我想了想 问哪有第三 嗯嗯 他扣住我脖子 含住我的唇 辗转间声音 含糊又无赖 现在 三 系统最后 见了我一面 他看我的眼神 居然变了 隐隐约约 透着一股敬佩 他说他本来还担心 我是在耍花招 没想到我力无虚发 虽然还没怀孕 但他提前 将钱全给我了 以表达他对我的信任 我内心疯狂冒汗 表面 坦然受之 四 宝宝一岁 这零三个月 会走路了 他本来乖乖地坐在地上 季景和我 陪他玩玩具 狗狗用爪子 推着一个小球逗宝宝 我看着窗台 飞来两只漂亮的小鸟 好奇地起身去看 刚走了两步 就听见季景的轻呼 我马上回头 惊喜地看到小宝 抓着一个玩具 开心地咧着嘴 露出小小的乳牙 一边含糊地喊妈妈 一边颤颤巍巍地走向我 走了两三步 眼看着要倒 我一把接住了他 哇 宝宝真厉害 我举起他 笑得两眼眯眯 冲击景喊 老公老公 小宝他第一次独立走路围 狗狗也兴奋地摇着尾巴 绕着我俩汪汪汪 这必须得记录一下 老婆你给我挪个地儿 季景高兴地支起相机三脚架 走到我们身旁 圈住我俩 咔嚓一下 幸福定格 是我和季景一起创造的 幸福的家 番外季景片 一 见苏若云的第一眼 我就觉得他很特别 这就又要说回小学一年级 我上台做自我介绍 我只是正常用标准的普通话说 我叫季景 台下有个女孩子壮弱 无人的笑出声 我想问他为什么笑 但不好意思主动开口 没想到他要跟我做朋友 态度还十分强硬 熟了之后 我问他为什么 他又大笑了三百声 才告诉我 在他的老家 戏根记是同一个读音 而且使用特别频繁 类似于裤子季景 我有些无语 他笑嘻嘻地问我 当时是不是就讨厌他了 我摇摇头 不是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很可爱 笑得无拘无束的 像灿烂的阳光一样 啊 我爸妈离婚了 我没多伤心 我其实早就预料到了 两个人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不合 我一开始以为 是我做错了什么 我就努力乖一点 不吵不闹 按照他们眼里听话的 乖孩子的标准去做 所以从小就是个小大人 但也还是没用 甚至还被父母骂过 死气沉沉的 没个小孩样 但那会儿我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去有个小孩样 我努力学着不在意 时间久了 觉得适应了 真的没什么 学校的闲言碎语 我都不想理 但苏若云为我打架了 我那天回家 家庭医生给我擦药 可能我有了朋友 稍微软弱了一点 我觉得伤口特别疼 原来这么疼 三 到了青春期 我比以前更敏感了 还会想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开始对苏若云有战有欲 他性格开朗 走到哪里都朋友一片 其中步伐玩得不错的男生 我觉得我是有点太小气 也有点太暴躁了 不然怎么看到 他的一男生在操场边走边笑 我想给那男的把头拧下来 我虽然心里气得要死 但我只是淡淡地走过去 将苏若云拽到我旁边 冷嗖嗖地问 很开心 他没心没肺的 还笑着回答 是啊 我拽着他转身就走 后来他被人找麻烦了 我当时看那四个女生 找他就觉得不对劲 还好跟着一起去了 当晚我回想着那群女生说的话 哦 原来我喜欢他 四 第三 他醉酒 第一次跟我说他喜欢我 我心跳快停了 但我猜 大概只是喝醉了说胡话吧 可我忍不住想 喝醉了 说的不都是真话吗 我就这么反复摇摆 当晚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没提过这件事 我也不敢问 后来他开始跟一些男孩子接触 我彻底压在了心底 五 毕业了 我不希望我们渐行渐远 邀请他来当我的秘书 怕工资他不满意 我把我的工资也贴在他工资里了 索性 他答应了 六 我的生日 他带我去兜小金鱼 我心口又酸又甜 苏若云 他怎么这么好 看到他递给我玫瑰花 我很愧疚 我说反了他没懂 其实该我来做这一切的 他问我要奖励的时候 看得太乖了 我一刻也不想忍 吻了他 他傻嘻嘻地以为我是头起所好 不是 我是头我所好 气 他写给我的那封信 最后写着 忘我 所念 皆如愿 但我心心念念的 只有他 我没有更多的心愿 我只希望他在我身边 岁岁年年 翻外的翻外 三千小世界外 橘子机器人一改暴躁 尊敬地问在娇花的神女 您为什么要我去执行这个任务 想要挽救小世界的崩塌 对您来说 不是轻而易举吗 神女轻柔地浮掉一片枯叶 他回答 他们太相似 他们的爱甚至像两道伤口 碰到一起 首先感知的是疼痛 听起来很严重 那伤口什么时候才能好 橘子机器人想不明白 神女垂眸微笑 他动作轻柔地检查了 刚浇完水的两只花 前段时间有些枯萎 检查后才知道是根莖受伤了 治好了伤 现在开得好极了 他抬眼望着他的花谱 对着花朵门 语气温柔地像在安抚宝宝 他说 会好的 每道伤口都会好的 每颗心都会痊愈的 痛中有时 爱必将至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